X15 秀宜最新的安全帽 這一點帽子我覺得很棒 挪爾的進氣口整合在一起了 我覺得進化到一個非常洗練的程度 它內襯變那麼多塊有丹麥嗎 Michael 底下留言對不對 回憶一下到底有沒有丹麥 有沒有看到 那我自己挖的 就是剛買來 我就自己去挖了 那為了通風啊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都做得出來啊 對啊 這個男人太可怕了 沒有 因為我沒有上過安家 你沒上過安家才會在那邊挖豆 我沒上過安家 難怪我的安全帽沒通風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羅 嗨 我是不是 本來來到我們公務飆料 來 這一頂喔 ECX15 大家已經都玩很久了 好不好 那開始之前 一樣 我們先呼籲大家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的衣服 對不對 第二個呢 記得 如果看了你覺得很爽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超級感謝 來啊 ECX15 秀儀最新的安全帽 YOMUS其實也是ECX14的長期配戴著 你戴ECX14的感想是什麼 速度高了之後啊 我認真覺得 其實 我覺得 空切身還是會出現 因為我在日本我有騎R3 然後還有就是 FORCE在騎的一台 就是戴這一頂嘛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阿章會比較安靜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騎FORCE的時候 我是比較挺 所以安全帽的角度 從這樣變成這樣 然後當我是這樣在騎的時候 它聲音就出來了 其實這也是我長期一直以來 比較在倡議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騎的是速克達 那或者是說 劫車我會比較建議 配戴像Z-BAR這一種帽子 ECX14這一種 我覺得還行 可是如果你配戴角度 就是不對的話 它會有一些負面的 安全帽最好的角度 你要一眼看出來是什麼 你知道嗎 把鏡片立直 對 把鏡片立直 它就是它最完美的角度 對 差不多這樣 這一頂帽子我覺得很棒 那你如果是騎運動劫車 仿賽 我覺得就是可以用這一頂 好 我們接下來就是先看外觀吧 好不好 外觀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就是它前河這邊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調整 所有的進氣口整合在一起了 那這樣子呢 非常非常的就是整潔乾淨 在外觀上我覺得 進化到一個非常洗練的程度 對 然後原本這邊的那個騎片都沒了 直接整合在 在這一邊 後面是負壓吧 對 這邊是排氣 然後這邊也是排氣 那ECX15 ECX14有排氣的開關嗎 排氣沒有開關 但是它這裡是 它這裡是一樣有這個開關 然後這裡有一個 前額的嘛 然後等於是把前額移到這邊 對變成這個兩項 然後下面一樣有一個吹 內襯的 對 跟吹鏡片的 這個是吹臉頰 然後這個是吹鏡片 那吹鏡片很明顯的看得到 它的面積變很大變大了 額頭的這兩個 它原本是一個還是兩個 原本是一個 然後加一個這個 那這邊的話它變成兩個進氣 我不確定 X14是兩個進氣還是一個進氣 這邊 那X15這邊的話變兩個進氣 它的那個這邊 也就是跟隨Z8一樣加了這個氣 不確定X14有沒有這個功能 這個是鏡片鎖 嗯...它是直接扣的 對它是兩段鏡片 那X15是兩段鏡片 就是這邊一個打開就是鏡片鎖 它就會弄起來 而且還有一個啊 它改到中間 對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它按下去 對按下去跟Z8一樣 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 那X14有嘛 X14好像沒有這個 我是很不確定 那這個東西是幹嘛的呢 就是我把它轉成這樣子扣之後 這樣子扣 如果轉成這邊 紅點出來了 我鏡片就拆不下來 有沒有 這邊就頂住了 它怕你鏡片可能會 掙扎跑出來 就會拆不下來 好那接下來呢 殘酷考驗 來來看一下 會不會進水啊 來直接倒下去就知道了 其實我在日本騎那麼久 我應該是可以保證沒有啦 你看 沒有 裡面就是沒睡啊 對啊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 氣密性好 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打開一下 看它的膠條 其實我覺得好像有點變厚 我覺得它好像變凸 變凸一點 它好像變這個形狀 然後呢 再來呢 它這邊的那個膠條 跟這邊都有開這個孔 那根據大橋那邊的說法是 開這些孔就是避免什麼 避免你的這個膠條啊 受到就是鏡片長期的擠壓 會損壞 然後這邊也是 這個設計非常好 因為我的這裡破掉了 就破掉了 所以外觀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準備先進入聚開的情節 好 開始之前啦 我們當然要回答一個問題 很多人就是買了安全帽之後 就變成什麼 帽子了 因為你無處可放 尤其像速克達 或者是說像DRG那種車廂 它沒有辦法放那麼大的 車廂 那如何就是在 你買了一滴 有地方放呢 那當然要推薦我們的什麼 義大利精品 GIVI GIVI 這一個品牌 那你如果說 買這個是 就是這一個 最大的這一個容量 公共生的話 它可以放多少 各位可以看 它就可以這樣子下去 四分之三可以兩顆 對 四分之三可以兩顆 然後如果是像 比較沒有壓尾的全罩 那也可以放兩顆 對 然後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打翅膀 來 各位可以看 蓋起來 你就不用再當帽奴了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我們業配的這一個呢 是什麼呢 是GIVI的200萬顆紀念款 它就是全球賣了 200萬顆後箱 然後就出這一個 淡金黃色的這一個紀念款 這顆是43公升 比較小的帽體 你就可以放兩頂全罩 那這一顆呢 是32公升 比較小的帽體 就可以放一個 來 讓我們來試試看 來 蓋給大家看 對 輕輕鬆鬆 有沒有 有金黃色的整個的飾板 它上面這個地方 還會有200萬顆銀牌 如果有興趣的呢 也可以在底下下單 我們就是GIVI這邊呢 他們這一次推出的 這個優惠都非常非常的棒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正式來 進入 車子 好像也有中一下喔 繼續講下去之前 我們再進入一個業配 我們這裡好多業配啊 沒錯 業配之力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啊 就是用的是 NICE SOLUTION的這個夾具 我們終於找到了 可以固定安全帽的開發 因為我們之前就一直 人家一直說 固定安全帽啊 我就真的想不到啊 現在又終於有辦法 但我們現在需要 另外一個桌子的贊助 對 有需要贊助桌子的感覺 我是失手又聚到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帽殼吧 帽殼它有什麼變化呢 各位一樣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秀影一直以來 在帽殼上面非常厲害的地方 你看到後面這邊就比較薄 尤其是在那個壓尾這邊 壓尾這邊 特別的薄 特別的薄 然後在頭頂到前額 尤其到前額的地方的時候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厚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絲一絲的 我不確定它是什麼 但是就是它整個帽殼材料 是用複合纖維 我們不知道它的纖維是什麼 但是它這個重點是 去增強它的強度 然後各位可以看 這裡 在看裡面的時候 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 黑黑的這個線條 對 那個好像也是加強它強度的一個 加強熱帶的這一個概念 所以各家都會有類似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可以來看 來 真的壓不斷 你知道嗎 隔不打 真的壓不斷 你就是再怎麼出力 它還是壓不斷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鏡片 鏡片它這一個呢 我這樣子目視的話 差不多是3mm左右 對應該是差不多3mm的鏡片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層吧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它的EPS 那這個EPS啊 是我覺得就是 在跟X14比起來 有一個最大改變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之前去X14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東西 就是 它的 保麗龍的設計 是 整個一塊 然後呢裡面在這邊 頭頂的部分 砍一塊 再砍一塊 然後那塊就是比較軟的 但是 在X15這頂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整個設計 做了很大的變化 有沒有看到 它是做成一個形狀去適合它 各位上面 畫面上面看得到 我們這樣看起來是同一個保麗龍 但是它是可以拆開的 它是有造型的 而且它是有高低的 對然後再來是什麼 你去壓 這個是軟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軟的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比較硬 再來還有一個地方更硬的 它這邊又可以看 然後你壓它看這塊 這塊更硬 這是耳朵吧 對它這塊超硬 這是這裡吧 所以它是分成這三個結構 硬硬軟 這三個結構 就是這邊最硬 然後這邊第二硬 然後這邊再來第三硬 那這邊 它是這樣三塊 這邊有一個硬度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什麼 框住你的頭 把你的頭這樣子 這樣子來救一下 這樣子 左邊這樣子框起來 然後頭頂才是軟的 所以它最軟的面積 其實放大很多 對 所以你大概這個 這個形狀都是軟的 對對對都是軟的 過去在X14的變化是什麼 就是它這邊給你一塊對不對 然後它的氣道會跑中間 它會在這個裡面 兩塊中間 可是這一個 因為它做了一體式的 所以它這個變化是只有在這裡 對只有在這一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來算一下就是 它到底有多少的氣道 氣孔 各位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的重氣孔 這邊是前額兩個 3 4 5 6 7 8 9 然後 10 11 12 但是 這個等一下再講 理論上它整個頭開了24個氣道 因為兩邊嘛 24 但我們是勁跟牌一起講 一起摔 好 可是呢 必須要講這三個很特別 它這三個開了一個 沒有用的東西 我們研究了很久 我們就是猜不出來 它開這三個都要幹嘛 因為這邊 我們想說 它會不會是那個保麗龍的模具上 要固定的時候 需要那三個孔 看起來也沒有 我們想說也不需要 這邊沒有啊對不對 然後它又在這個這裡面 然後這邊也沒有幾孔啊 所以它開在那邊 我們完全拆不透 為什麼會有三個孔 為什麼需要這邊開三個孔 從我角度來開 它有效的孔是9個 對啊 減6 9個 所以總共大概是18個 18個氣孔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它這邊是這樣子 它這邊是有一個這樣的設計 它這邊這樣子又多了一塊 然後這個最後才整個這樣子平起來 所以它這個整個結構 多了非常非常多 變很複雜 以前這個頭就只有2塊 然後現在呢 旁邊還多了一個這個 所以它現在變4塊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就是它這邊的氣孔 下巴這一邊的氣孔 下巴這一邊的氣孔 就是這邊打進去之後 然後從臉頰這邊出來 那有沒有效果 我覺得我相信有 可是你一般在佩戴的時候 那個感受不明顯 因為會被海綿稀釋掉 好 然後那我們再來看它 頭頂的這些氣孔 OK 各位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氣孔 都是有完整的去對到它的東西 在這邊 在這邊 所以各位買的花的錢就是在 花在這裡 魔鬼都藏在細節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講最後一個內襯 這個內襯啊 是我覺得變化最大的地方 它內襯變成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 頭頂變成非常多塊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你拆起來 你會覺得如果你要洗的時候 你要裝回去 你會覺得很煩 對 欸這個 你一定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那麼複雜啊 你看它頭頂只有什麼 就是頭上一個海綿 然後跟前面固定的 然後它都 前面都是剩魔鬼殘 對 然後這個 是額頭 是額頭 然後還有一個脖子 這邊還有一塊 所以它一共分了幾塊 這個是後腦手 所以它一共分了 1 2 3 4 5 7 對 它頭頂一共變成了7塊結構 非常的 變化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好 我們先講頭頂這樣子 這樣的設計 有什麼好處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去做調整 做非常多的微調 如果你的頭型啊 對秀儀來說 只是 些微的差距 你甚至可能 不用調裡面的厚度 你只要調這個位置 對 臉頰部分呢 我是看了官網才知道 它其實有個細節 就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其實是有一個 兩段的扣距可以調整 或這個 可以把它往上調整一階 有沒有 然後這個也跟著 往上調整一階 好 那這樣子變成怎麼樣呢 就是你的這個臉頰 它會 角度 它會比較再往下一點點 所以你在騎乘的時候 你的帽子就會更低 對 更低 它就是可以針對不同的 就是騎乘姿勢 再做大概0.5mm的微調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裡面 好不好 跟我覺得這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單純這樣子 就把它拆開來 它的結構就是要讓你取出海面 取出海面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非常非常的通風啊 有沒有 這個對著陽光看 你都可以看到通風 但是我還是再次強調 我不喜歡這個結構 對 流汗黏黏 對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海綿 第一個三層結構 1 2 3 而且三層密度都不一樣 最後 我們講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再來請阿犬好了 我們來請阿犬 來聊聊它的相關的通風 來 換手 對 換手 來 各位 因為阿犬也是長期的X14 喔 涼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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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通風呢 我覺得 它下巴這個最明顯 嗯 下巴的這個通氣孔 它架大的面積 整個是架大的蠻多的 而且它 調整成一個就是 你可能戴著手套 也是可以比較輕鬆去推開的動作 然後它的額頭呢 額頭我就不能確定了 因為我沒有帶X15時機在路上 你說這兩個是不是 對 但是我剛剛跟火花在討論的時候 我會有自己對著它吹氣啦 吹氣的 你貼著吹的部分是 大家都知道騎車撞的風 不可能比你貼著吹還要大 對 它是直接這樣撞 所以你如果說是 靠近這樣吹 這種吹的話 只會有這兩個 這邊啦 這兩個會非常非常明顯 但是這兩個就 沒有那麼明顯 那麥克的說法是什麼 就是你騎不夠快 騎不夠快 你要再快一點 然後再來講一個 我為了讓它通風變好 我就做了一個改造 你自己把頭頂挖掉是不是 我就挖去挖這個孔 有沒有 那我自己挖這個孔 四個洞欸 就是 剛剛買來 我就自己去挖了 那為了通風啊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都做得出來啊 對啊 這個男人太可怕了 沒有 因為我沒有上過安駕 沒上過安駕 才會在那邊挖洞 我沒上過安駕 難怪我的安全帽沒通風 是滿多車友都跟我說 X15的通風搶到 他們會把額頭的關掉 對 我說真的 我認為這兩個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那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那兩個只是補助 對 然後 在日本我在騎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在八度騎 我不管不行 我真的會痛 八度真的有點冷 對 我真的會痛 然後再來呢 這個就是也要稱讚那個 大橋謝麥克他們帶來的服務人 你可以看到 誰這個 你看這個是原始的喔 原始的是長這樣 然後我把它墊成 一 二 三 四 你墊了四層 我墊了四層 沒辦法 因為你自己摸我的頭啊 你摸我這邊啊 不要啊 幹嘛這樣 所以呢 這個是我自己在帶X15 在日本騎了就是 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它的整體通風是有變好的 對 然後整體的重量 其實是我最有感的 它整體的重量只有1550克 各位我們再做最後兩個介紹 第一個就是這個 外貼的那個 那個房屋片 房屋片 就是你看他們那個GP車手 騎一騎都會撕一個東西 撕一塊下來 然後飛走的那一片 對 那一個就是 然後裡面呢就是還有什麼 就是拼大殼的扣片 對 所以這個就是高階安全帽 基本都有的 都會有的東西 配置 那來 阿全 你覺得外觀如何 外觀喔 外觀很棒 就是X14已經 騎在路上已經很突兀了 對 它現在這樣子整個這樣出去 看起來更突兀 好 外觀幾分 外觀我給它9.5分 Jumps呢 我給它9分 你給它9分是不是 他目前還沒有出到我喜歡的花色 還沒出到花色 好 我其實也是9分 就是花色啦 我覺得外觀很漂亮 我的0.5分 是因為它還沒有出大智障配色 大智障配色 原來如此 好 那再來呢 就是 通風你們都沒有帶過 這個我就由我來評論 我通風我會給它9分 9分 扣分的1分就是在這邊 額頭 額頭的部分 然後呢 內襯舒適度 也是只有我帶過 那你給 從X14的角度來看一下 X14 這麼多變化 你覺得呢 內襯 如果說 應該說我本來以為 X14的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很厲害了對不對 對 但是我沒有想到 居然可以再把X14的 整個內襯系統 在做一個很大量的升級 它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微調 所以我覺得一樣 可以給到9到9.5分這樣子 好 劍姆斯呢 我覺得喔 那個複雜的讓我卻步 所以 你反而要扣分是不是 他是一個直拉直落的男人 我給他8分好了 你給他8分 因為假設你要洗 這顆安全帽內襯的時候 它如果洗出來 變成一坨一球 或分散開的時候 你要把它重新黏回去 你就會帶進去 你就會覺得幹不對 感覺不對 好 那 以我的內襯來說 我自己啦 我會覺得我會給它 9.5分 它內襯變那麼多塊 有丹麥嗎 麥可 底下留言對不對 回憶一下 到底有沒有丹麥 對阿 簡單來講 我們這次要講什麼 NICE Solution 講GV的兩根 GV的三根 X45 X45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那也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們下一次 再來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好 AX15 25000多塊的安全帽 跟500塊的全罩安全帽 到底差在哪邊 好 對 我們下次再來做一集 大家記得持續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對於其他的安全帽 Z8 然後GTA耳圖 那些我們都聚過了 大家可以去 在我們的搜尋一下 好不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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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我們在這裡 會不會 我們不會